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 是通 在教科文里面 它的写方呢,它有两款基本的构型 一块呢就是像这个 还一块呢,底下加了一个直 这边是一个,表示一个道路 而这边呢,对于这个符号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说文解字里面 它的解释是熔 是指的草莫,它那个花 刚刚要开不开的 那是汉堡带发的样子 实际上这个说文解字 这个解释,它是 由小段这个字形 来示意的,小段里面 指的这个部分,就是像那个 花包,汉堡带发的样子 而并不是教科文 这个字的字,古文字学家 余生吴,他仍用这个字 他和那个 同,在架架文里面 它是同一个字,是初识 这边是个木桶 这儿是巴授,是原生 口用的东西 容和用,本来是一个字 所以两个刻在一起 有同大字意 下面呢,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不同文体的写法 来隐私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本文里面 它基本上有两款不同的写法 一款就是感觉我们是看到的 这个地方 表示一个刀鲁 这是一种写法 第二个写法呢,它是这样 这个它写的这样 刀鲁呢,它写的这样一个 这是同一款 等于一个符号 左右搬了一下 第二款呢,在第一款上面 加了一个纸 这也是一个用 这个用 写法和其他不一样 这个上面一横和这个 它不连在一起的 这个呢,它上面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底下呢,是写的一个纸 还有一款呢 写的这样 在这个刀鲁形上 这个都可以看出 这是在倒壳的一些情况 底下的两横 连到了三根柱子 还有一点短的横呢 它没有连通过来 就最基本上这一款纸 它是连通过来 其他这三款都没有连通 底下呢,这就写了一个纸 这个两个几本款 有四种不同的写法 这个字在经文里面的写法 它是这样 这个道路 它写的这样一个字 这是周到早期的 它这个横 写的这样子 写的这上面这样 它把底下一个纸呢 是这样一个字 周到中期的写 它这个横 它这个横 写的很长一点 这一段写的这个地方 写的这样一个字 这是周到中期的一款写法 小专的写法呢 写的这样 它这个上面 写的这样 要开的花朵 所以这个地方 这就是小专的写法 所以隶数这个字 把这个上面的符法 改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隶数的写法 这就是隶数的写法 所以到开数的写法 基本就是这个隶数 加了引编过来的 通这个字 本意就是通性 通构 通达 通达 最早的是这个旁边这个字 就是一个通 余生物的观念 在这块碗里面 通后用 这两个字是通用的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通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